節奏 各位 現在來告訴我們大家 我是辛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呢 線型服已經改動後的貂蟬 貂蟬呢已經重製成 隔壁棚王者 王少俊一樣的樣子了 在隔壁棚的王者呢 他可是超級T0的存在 一般來說呢會選其他英雄 是因為選不到王少俊 我們來看看呢 他重製的地方有什麼吧 首先呢最標誌性的就是我們的大招 現在呢不需要引導了 像一梗十一的大招一樣喔 丟完就可以跑 而且呢初始冷卻才三十多秒 後期呢十幾二十秒就可以放一次 掛在魔龍路呢 可以噁心死對面的射手喔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一技能 現在可以探視野了 可以探視野兩秒 隱形角克星 也可以用來探草 最後呢就是我們的強化普攻了 強化普攻呢是我們的普通攻擊第三下 會造成多發魔法傷害 搭配我們的二技能結冰呢 傷害爆棚 削弱點呢就是我們的二技能 現在不能夠儲存了 只能夠放一次 最後呢補充的是我們的護盾喔 在護盾呢變成受到物理傷害會爆炸 造成緩速 攻速跟跑速 開其他招呢刷新護盾 剛剛我們使用的是呢 老手機玩的先行服 有點卡頓喔 回到台服呢好多了 這個改動呢是在先行服喔 不是越南服 越南服的改動呢不一定會上限 而先行服的最終地案呢 只有八九都會上限台服 所以呢這次貂蟬的重置機率是非常高的 期待他改動了 請問到底覺得 我們會不會跟隔壁棚一樣 改完之後呢變成T0般的存在 貂蟬成為神甲 會不會有那一天喔 貂蟬這英雄呢 賣了那麼多好看的造型 卻在高端局呢或者是正常常識 沒有什麼出場率 有點可惜 如果未來在高端局跟職業賽 可以看到貂蟬呢 那絕對是好事來的 請問到底覺得 我們會不會跟隔壁一樣 成為T0神甲唷 會這麼問呢 畢竟是因為我們傳說 有很多我們有 王者沒有的OP神甲 比如像這個莉莉安 還有伊格 伊耿絲 令月 都很強唷 你沒聽錯呢 這版本的伊耿絲也是很強的 主要就是因為他跟王少軍有點像 而我們目前玩的這個貂蟬呢 是台服的貂蟬 其實有點難玩的 老實說呢這場如果我們不選貂蟬 選個 強勢一點的 選個克里希都好呢 絕對會簡單很多的 主要是呢 貂蟬的技能 要我們的二技能命中呢 其他傷害才會更上唷 而二技能呢 有一個 很長的反應時間 對方才有正常反應速度呢 都可以輕易躲過 單純的二技能 冰呢是很難冰中人的 更何況如果是有位移啊 有 瞬移 或者零霜之類的 都很容易躲過我們的二技能 為什麼說如果換成克里希 會簡單百倍呢 首先克里希傷害更爆炸 更容易命中 一擊大招都是很容易命中唷 再來呢克里希的二技能 我順過來把你彈起來 根本沒有反應時間 來調查你順過去二技能呢 人家早就跑掉了 或者把你反殺了 所以呢你們發現 我們殺人都很難了 像這一波我們殺對面魔龍路呢 是要一直看小地圖 等到對方呢 雙方打起來 我們再繞背 條件是苛刻很多的 不然就是透過蹲草了 或者多打掃 在我們有優勢的時候呢 才能夠玩起來有強勢教的感覺 而這個優勢呢 是很難創造出來的 備戰的部分呢 其實我也很喜歡出魔防鞋的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 每次出魔防鞋呢 我們都感覺傷害不夠 所以後來就出魔穿 剛剛逼出了對面莉莉安的 閃現 如果你有注意到我們前面 跟莉莉安的對線呢 基本上是壓著他打的 四等前的莉莉安呢 沒有我們強喔 我們比他兜了一個盾 再來呢我們技能還用的比他準喔 如果兩邊一樣準的話呢 我們還是兜了一個盾喔 還是有優勢的 護炸的情況呢 通常我們換血隊換影 而且呢 玩貂蟬的話 不要急著出手喔 盾草的話可以先手 沒有盾草的話呢 可以走過去炸他 通常你走過去呢 就會嚇到對面 加入各種技能喔 這個艾瑞只有他一個人呢 威脅不大喔 先不管他 過來撐點錢 如果你有注意呢 其實我也挺吸血的喔 從前面開始呢 就是撐猴子的野怪喔 基本上呢 這個遊戲就是 誰拳頭大誰說話喔 比較強的呢 撐多點經濟準沒錯喔 我個人玩的話呢 不管我玩哪一條路 都會去撐錢的喔 凱撒路也好呢 魔龍也好 打野也好 畢竟呢 如果你要仁慈的話 把經濟浪一浪 可能會讓到最後輸掉遊戲呢 那也沒辦法 最終目的是贏的遊戲嘛 一般來說呢 你有做事 你去撐錢 隊友是不會講什麼的 如果你撐完錢 不參團呢 或者沒有輸出 沒有助攻 再來就是不打架 你隊友很有可能呢 會殺你等 再來呢 撐錢其實也是一個優勢喔 也是一個藝術 高手的藝術 要怎麼撐著 隊友不會不舒服 這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呢 你為了個撐錢 撐到隊友不舒服 掛機呢 最後四打五四個遊戲 那就很麻煩 好 這邊注意這個弗洛倫 動作他 很帥吧 請問你為這個冰掉打幾分 弗洛倫一定覺得 喔 他怎麼開得到 還被動到唷 因為他當招沒命中喔 沒把體 脫個藍 舒服 我們好像還挺耗魔的 是吧 平時呢 由於我們也有帶 萬鈞聖雷 還有爆裂法杖 所以呢 平時沒事幹呢 守住院一斤人去炸人 貂蟲有幾種玩法喔 我個人玩法呢 有沒有覺得我玩得很像莉莉安 一直主動去炸人 喔 閃電也被冰著 舒服修 另外一種玩法呢 就是盾倫喔 盾倫的貂蟲呢 也是挺噁心的 哪個草叢不小心被冰到就被秒殺 不過可惜的是呢 貂蟲確實不是強勢掉了 頂鬥是T2 我還覺得他有可能是T3 他的強度呢 我覺得 阿茲卡沒有比他弱多少了 目前台幅來說 重置之後呢 如果不要給他敲太弱的話 哇 這個反應好隊友喔 我被咬了還 幫忙丟 幸好最後他有頂手了 所以沒有到特別痛 根據我的經驗呢 我玩掉才還是會輸的 如果這時間點不結束呢 拖到個15分 基本上就打不贏了 後期呢 我們的影響力很小喔 而且呢千辛萬苦 動到之後 對面一個復活甲呢 一個凝霜一個什麼的 就可以躲過一劫 那我們就很難影響遊戲勝負 喔 DDR有附魔了 慢開一點凝霜我就死了 害怕了 接著呢這邊換我捏死了 我們現在有人頭領先喔 不過已經開始打不贏了 而且剛剛隊友還有死掉的 守塔了 剛剛隊友死掉的關係呢 所以兵線被推了過來 上路喔 對面是 洛克 你看呢 這就是弱勢角的差別 如果我今天呢 我是莉莉安 我是別隻 我就可以過去把洛克趕走 像這時候呢 我們只能比較被動的 等他清完兵 再把兵線清 比較被動的話呢 資源就會慢了一步喔 這也是弱勢角的缺點 你看喔 我的射手就死掉了 哎呀 如果剛剛呢 我們可以幫隊友的話 說不定有可能會搬回一層 喔 秒了他們的射手 我們傷害是挺高的 除了攻擊裝的關係 目前這調查呢 我一邊玩一邊抱怨喔 拍完這部影片呢 我就不再玩調查了 還有可能是這個基本版調查 我個人玩的最後一場 真的不舒服呀 你看呢 這邊我們大招就沒傷害了 如果是新版調查呢 放完大招就可以跑 剛剛那隊人呢 可能一個都不留 可以全抓 看完這個 目前的這個應用狀況呢 很有可能 未來調查也會變得超強 期待他的改動了 希望官方趕緊重置喔 嗯 不過呢好事就是 這波團戰已經打贏了 看來可以遊戲結束了 那最後就 脫離主堡遊戲結束 以上是帶來 即將改強的貂蟬 請問你怎麼看呢 你希望這個重置嗎 還是希望保留舊版就好 不管怎樣呢 歡迎分享 今天我是SUN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